哈囉各位隊友我是柯里斯汀 各位最近有沒有關注 討論度岩上的JPG低消事件 從簡單的消費者體驗爭議 一路升級到網路肉搜與霸凌 鬧到人盡皆知的地步 網路上有很多立場聲音還有謾罵 事情告一段落之後 讓我們用冷靜的態度 去分析到底哪裡出了錯 店家與消費者又怎樣可以做得更好 影片正式開始之前我要先跟各位說 平時我基本上不會特別針對客宿 或者餐廳舒適去討論什麼 但這次的事件剛好觸及了很多 消費者跟餐飲業者彼此相互不了解的層面 不如一次把問題提出來好好的討論 整件事情的起頭 源自這名陳小姐想喝咖啡 2點14分的時候選擇走進這間JPG咖啡 到了櫃台想要點餐 但此時店員忙著處理先前的訂單 客人選擇先放包包喝杯水等待 過了將近兩分鐘 店員才開始與他展開交談 交談大約20秒的過程中 發現有低消200元的規定 客人掃試整份菜單 選擇了一杯140元的燕麥拿鐵 跟60元的烤棉花糖餅乾湊足低消 但又經過大約半分鐘 此時店員卻表示沒餅乾了 無法供應 必須要點其他的品項 外帶也可以 發展到這邊 陳小姐開始表現出不耐煩的情緒 決定離開 但臨走之前留下了沒關係 我不會再來了 店員聽完也回不要再來啊 你走啊 事情到此 是整件事情第一個可以到此為止的地方 沒想到只成為了第一個存檔點 心中的不滿無處發洩 陳小姐選擇上Google評論記錄 這次不好的客戶體驗 整篇評論大概就是把發生的事情講述一遍 並再次強調自己不會再去這間店 最後標上一心評價結束回合 整件事情在這邊也可以告一段落 但這次輪到咖啡店老闆情緒不滿 選擇用自己的方式訴諸功聲 咖啡店老闆利用Google評論的帳號展開人肉搜索 透過咖啡店的IG發布了非常多張肉搜之後的結果 定卻把自己的情緒表露無遺的展現在每一個貼文當中 其中多張對陳小姐進行修圖再治 甚至連有人都不放過 即使陳小姐出面表示要求刪除 老闆卻強調自己絕對不會撤下任何照片或文字 沒過多久這起原本看似不重要的小事 卻燒上PTT八卦版跟Dcard 大批網友到咖啡店家評論留一心評價 事件文章也被網紅chip轉分享 主流媒體報導也互相參戰 整起事件到了這邊正式演唱 事情發生的隔天 陳小姐決定對老闆提出告訴 過幾天JPG咖啡的老闆在社群上公開道歉 並表示JPG咖啡將停止營業 希望這起事件到此為止 事情發酵時網路上的聲量幾乎一面倒支持陳小姐 我在這邊不琢磨太多網路上的言論 單純就按照我所看到的事情去做分析 首先最重要的第一點 我反對肉搜公審的行為 這個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該發生 店家不應該肉搜客人大肆嘲諷 網民也不應該肉搜老闆大肆嘲諷 這是錯的很容易惹事上身 我反而會想假如我是客人或老闆 我應該怎麼做 我分成三個面向討論 網路評論 低銷規則 客戶體驗 首先第一點 在網路的世界裡 人人都是評論家 每個人都有權利去發表言論 這是構建店家網路名聲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向來都是支持大家去留言評論的 但這必須要是自己的親身經歷才可以 無謂的跟風群情激憤言論工審 這無形都是對店家造成傷害 網路上簡單的一言一行 都在真真切切的影響餐飲人們的生活 咖啡店老闆公審客人的行為 我再次強調很不應該 也是這事件當中 大家最氣憤的主因 我相信大多數人都認同 當一間店被刷負評的時候 店員的角色是相對弱勢的 網路效應有可能讓一間店面臨重大變故 員工賴以為生的工作有可能受到影響 人已經很難找了 發生這件事情只會讓餐飲界更難找人 再來討論低銷規則 這算是餐飲業者的一個保護機制 確保在每筆交易當中能夠獲利 每間店都有自己的低銷規則 怎麼訂當然是店家的權利 但是也有責任去合理的照顧客人需求 否則很容易造成糾紛 這次問題癥結點在200元的低銷 但各種品項的咖啡都不足200元 店家聰明的安排60元的棉花糖餅乾 卻在當天供貨不足 能補消費的只有單價超過200元的鬆餅 精明的台灣消費者當然一眼就看出店家的用意 這也是為什麼大多數的咖啡店低銷都設定成 叉叉叉圓或一杯飲料 畢竟咖啡店就是讓人來喝咖啡的 強迫客人硬要點餐很容易就讓客人滿頭黑人問號 有消保官提出法規並沒有規定一般餐飲業該如何收費 但店家必須清楚揭露消費方式讓消費者知曉 若店家缺少品項也應該對低銷規則做相對應的調整 我注意到一點這間咖啡店在這起事件爆發之前 Google評論上已經有些人留有負評 原因包括開店不準時不準使用閃光燈 或者冷氣開太強把咖啡吹冷等等 這就回到了店家重不重視客戶體驗這件事 剛才提到店員很弱勢 事實上她確實孤單一人無人可住 陳小姐在進門以後 店員要將近兩分鐘才有時間處理她的需求 這就凸顯了人員不足內場當外場的狀況 工作堅硬不暇 店員也很難有好的情緒去處理客人需求 直接導致了這起事件中 陳小姐的不滿情緒直線飆升最後訴諸網路 外場員工的情緒或者接待SOP 這都與餐廳的教育訓練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我一直認為台灣餐飲業老闆或者消費者 在面對外場人員的時候 都容易缺乏足夠程度的尊重與追求專業的態度 甚至外場人員自己都會忽略自我要求 以為自己就是來打雜當壽氣包的 這也是為什麼我對米其林頒發服務大獎舉雙手贊成 外場人員所需要的專業與自我要求 完全不會輸給內場主廚 客人應該也要尊重專業 而不是把外場當小弟可以盡情的移植氣勢 網路上也不乏許多親民的店家 無意間透過客人的相機記錄自己的善行 讓生意起死回生 國外有人到餅乾店故意說自己沒錢 老闆聽到以後好心給他一塊免費餅乾 想不到這個人竟然掏出一千美金感謝他 也有網紅到一間快倒閉的店家 老闆不認識網紅但依然對進門的客人很好請喝飲料 也因為食物美味所以在影片出來之後直接鹹魚翻身 上面兩個例子雖然說有一點為了拍片而製造效果 但不會改變你對人好人對你好的邏輯 老闆對員工員工對客人客人對員工員工對老闆 好的店家會重視這些事情而好的客人也會重視 我是克里斯欣對這起事件如果有什麼想法 歡迎在底下留言理性討論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也請你按讚分享訂閱頻道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掰掰 下支影片再見